家境艰难,当时恰好赶上五四运动,在接受新文化洗礼的同时,方兆林渐渐萌生了去西方读书学习的想法。方兆林决定去往曼彻斯特大学留学,方兆林于1937年孤身一人去往国外留学。如鸡四可的学习新知识,他也遇到了自己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一个人,方兴告是方振武的长子,作为抗日名将之后,很快他们决定结婚,相伴一生。 在方兆林36岁那年,他的丈夫方兴告在一次医疗事故中去世,方兆林必须立刻振作起来,维持这个家庭,虽然丈夫走了,可是其他人的生活还得继续。方兆林开始重新开始自己画画的手艺,来维持家里的经济条件,后来他又拜张纳千为师,逐渐有了名气。40岁的他再次启程,去往世界各地学习交流。 他的话在当时的香港随处可见,被东京美术馆誉为中国化的巨匠,国学大师饶宗已称他为协风雨以阵雷霆,可见方兆林的名气之大。